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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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没有干扰,有全身性地做到训练场,把自己的尽量度保护自己的能力,都能够通过这四天的尽量发生到一个适合比赛的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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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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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涵明白自己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有体能可以一直进攻于是在防守上下了更多的功夫 那我觉得还是要及时去总结那为后面再次遇到这些对手的时候做更多的准备 刚刚过去的亚健赛 上午八点半位于成都双流的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内已经是一片忙碌的训练 正在展开跑圈热身练习的都是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作为一项常规训练看上去有些枯燥但全体 国语队员都保持着高度专注和热情 在队伍中有不少球迷熟悉的身影李雪瑞 王世贤 陈龙 傅海峰这些都是当今雨潭顶尖高手也是球队中的绝对主力 此次封闭集训就是为了让大家踏实训练 安心备战即将开幕的里约奥运会 来到这边包括饮食 然后场馆的硬件设施 我觉得已经达到应该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水平了吧 特别是今年是奥运奥运会的备战 所以包括我 包括所有人吧 我觉得都会全身心投入的到这个集训当中来 当然在众队员之中 最受球迷关注和喜欢的那一定是林丹 身穿亮黄色球衣的超级单帅气十足 一出现在球场就成了大家注视的焦点 已经连续获得两届奥运冠军的林丹 今年仍将披上国家队战袍 虽然征战赛场多年已经成了一名老将 但在训练中超级单气场强大的机球扣杀依然极具威力 总教练李永波也对林丹充满期待 那一定要去 要不当然要去又联了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战目 下个月就将在巴西里约打响 中国羽毛球队将参加男女单双打以及混双全部五个项目的角逐 尽管在上届伦敦奥运会上 国语包揽了五块金牌 但随着其他国家队的日益强大 在本届奥运会上 国语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这一届跟以往还不一样 水平都非常的 对男双这一块水平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觉得很困难嘛 其实最困难的挑战 在训练基地的墙上 保持清醒坚定信心 潜心苦练 亮剑里约的红色标语十分的醒目 这不仅是总教练李永波希望弟子们有所警醒 更多的还是一种激励 困难要比任何一届都会多 因为运动员相对来讲 老运动员相对比较多一些 然后伤病困扰了多一些 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国外的选手 确实进步也很快 也对我们构成了新的威胁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去比赛 大家可想而知 难度肯定是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难度和信心没有什么是没有影响的 对中国队来讲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信心都从来没有因为难度的增加而动摇过 据了解 此次国语将在成都展开40天的封闭集训 结束之后就将奔赴奥运赛场 奥运会羽毛球比赛将于8月11号到17号举行 我们也祝愿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的国语 在礼约的赛场上继续勇敢拼搏 奥运会羽毛球比赛场上去 有点榜的态度的运势 够用列面剧用的冰箱 一直进行一会做的 honey非常的封能 朝日最中ị着 前一副 击是轻尽赛场 这一副 小一副 做任何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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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呢也是带篮球 我呢也是带网球的 他从小就比较喜欢动 其实他篮球打得挺好的 真的 因为我看他跟羽毛队的女孩打球 他绝对是打得最好的 从幼儿园到小学到省队 张运磊12岁之前和爸妈留下了不少合影 而去国家队后 他满世界飞打比赛 甚至两三年才能回一趟家 家人难得见个面 想他的时候 爸妈就把他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看看 11岁去的那个湖北 完了之后呢 从来也没有离开家 就是他一个人 是应该说是下面地方来的 其他的这个小朋友 全部都是武汉市的 那么就是说在周末的时候 骑士里面呢 就他一个人 所以说作为那个父母的话 也很担心 2000年他进了湖北队以后 实际上真正我对他有信心的时候 是02年 在湖南医院打这个一个调赛 不巧他比赛的头一个星期 他把脚给崴了 崴得好 又肿又紫 但是那次表现的 还打了个第四 当时很担心 我肿能让他万一搞严重了怎么办 他老爸没问题 就是那一次 他就进了重心的 这么多年 20多年我进入职业的训练 然后包括12年的时间 待在国家队 其实与他们相聚的时间 就是非常非常的少 每天陪伴张云磊的 就是这些羽毛球 一堂训练课 他要打掉800到1000颗球 一年365天 如今已经是他进专业队的 第16个年头 秦奋为他换来了13个世界冠金头衔 奥运会双冠王 更是前无古人 其实在我整个运动生涯当中 很多事情我都是没有想到的 就是人家好像说 可能奥运会两块金牌 或是一赛两块金牌 或者说两项大马冠什么 其实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过 我可能只是说想努力的去做好每一天 然后很多也有很多质疑吧 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我对于自己来说 没有想到这么多 到最终去完成之后 我觉得原来可以做到 虽然过程很艰辛 但是可能以前没有人做到 但是不一定你不能做到 所以今天还是想再拼一下 赵英雷从开始打球 拿了这么多荣誉 这么多奖牌和奖杯 实际上我们最光荣的 也是最勘忠的 就是这两块 就是奥运冠军 一二年英国伦敦 两块金牌 混双和铝双的金牌 所有的金牌和奖牌 这两块的分量是最重的 毫无疑问赵云磊是女子桑打 在这个世界当中 发揭发前半场技术最突出的 尤其在前半场的风瓦技术 那是非常的灵力 非常有杀伤力的 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 我觉得第一个是在伤病上 我觉得自己可能会有一些伤病 之后不是特别系统的一个训练 所以导致我在比赛中 没有很多的一些能力 一些去跟对方抗衡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可能在身体速度方面 比一些对手都要好 那对于打进攻的 一些打法的选手来说 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保证 否则我的进攻 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王一涵是个聪明的姑娘 当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之后 更加成熟的他 已经清楚怎么去解决问题 王一涵主动找教练聊 在教练的帮助下 他开始对自己的打法进行微调 以进攻见场的王一涵 防守一直不太擅长 王一涵明白 自己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有体能可以一直进攻 于是在防守上下了更多的功夫 那我觉得还是要及时去总结 那为后面再次遇到这些对手的时候 做更多的准备 刚刚过去的亚健赛 王一涵以二迷击败队友李雪瑞 第三次夺得亚健赛女子单打冠军 这是他两年来拿到的第一个 等同于超级赛级别的冠军 也是去年奥运积分赛开始后 拿到了第二个单打冠军 同时 他的奥运积分赛积分 终于超过了队友王世贤 赢得了参加利益奥运会的先机 在经历了长期的低谷之后 他终于在奥运积分赛最后一战爆发 拿到了一个教育分量的冠军 上午八点半 位于成都双流的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内 已经是一片忙碌的训练景象 正在展开跑圈热身练习的 都是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 作为一项常规训练 看上去有些枯燥 但全体国语队员都保持着高度专注和热情 加油 在队伍中 有不少球迷熟悉的身影 李雪瑞 王世贤 陈龙 傅海峰 这些都是当今羽谭顶尖高手 也是球队中的绝对主力 此次封闭集训 就是为了让大家踏实训练 安心备战即将开幕的礼于奥运会 来到这边包括饮食 然后场馆的硬件设施 我觉得已经达到 应该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水平了 对不对 今年是奥运会的备战 所以包括我 包括所有人吧 我觉得都会全身心投入的到这个局劲当中来 当然在众队员之中 最受球迷关注和喜欢的那一定是林丹 身穿亮黄色球衣的超级丹帅气十足 一出现在球场就成了大家注视的焦点 已经连续获得两届奥运冠军的林丹 今年仍将披上国家队战袍 虽然征战赛场多年已经成了一名老将 但在训练中超级丹气 多年超级丹 今天就会回国家队 在每个城市里面 已经重新的达军 你要确认 三位 要是 这位 在全国几亿个家庭当中 这面电视墙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赵亦磊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都被爸爸妈妈定格在这温馨的家里 而且还远不止这些 从进国家队以来 大大小小美战比赛 统计的详细劲不亚于教练做 另外还有三大本厚厚的简报 记录着女儿给他们带来的荣耀 其实我的父母一直包括我的家庭 一直就是我前进的最大的动力 我以前很小时候在家 我不知道可能开个玩笑 呆多了 我妈妈就会一直说我这不好那不好 就是可能开玩笑 但是当我走出宜昌 然后去省队 然后包括最后到国家队之后 妈妈现在可能见面时间少 就一直表扬我 我们爸爸妈妈都是做体育的 他爸爸也是带篮球 我也是带网球的 他从小就比较喜欢动 其实他篮球打得挺好的 真的 因为我看他跟羽毛队的女孩打球 他绝对是打得最好的 从幼儿园到小学到省队 张运磊12岁之前和爸妈留下了不少合影 而去国家队后 他满世界非打比赛 甚至两三年才能回一趟家 家人难得见个面 想他的时候 爸妈就把他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看看 11岁去的那个湖北 完了之后呢 从来也没有离开家 就是他一个人是应该说是下面地方来的 其他的这个小朋友全部都是武汉市的 一场强大的机球扣沙依然极具威力 总教练李永波也对林丹充满期待 那一定要去要不当然要去用联了 还不错 整个训练 一个训练要比前一段投入 另外整个也在组件的恢复当中 应该说是都是正常的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站幕 下个月就将在巴西礼约打响 中国羽毛球队将参加男女单双打 以及混双全部五个项目的角逐 尽管在上届伦敦奥运会上 国羽包揽了五块金牌 但随着其他国家队的日益强大 在本届奥运会上 国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这一届跟以往还不一样 水平都非常的 对男双这一块水平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觉得很困难嘛 其实最困难的挑战 在训练基地的墙上 保持清醒坚定信心 潜心苦练 亮剑里约的红色标语十分的醒目 这不仅是总教练李永波希望弟子们有所警醒 更多的还是一种激励 困难要比任何一届都会多 因为运动员相对来讲 老运动员相对比较多一些 然后伤病困扰了多一些 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国外的选手 确实进步也很快 也对我们构成了新的威胁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去比赛 大家可想而知 难度肯定是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难度和信心 没有什么是没有影响的 对中国队来讲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信心都从来没有 因为难度的增加而动摇过 据了解 此次国语将在成都展开 40天的封闭集训 结束之后就将奔赴奥运赛场 奥运会羽毛球比赛将于8月11号到17号举行 我们也祝愿曾经创造过 无数辉煌的国语 在礼约的赛场上继续勇敢拼搏 天 打砂 4 4 5 盗子 把柠檬放在上面 贴在柠檬上 游了 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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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